天裡各色菊花竭力綻放 從高空俯瞰就像一片片的雪花 一旁還有火車緩緩開過 不只吸引遊客來賞花 還有鐵道迷到此處拍攝火車 在花叢邊經過的絕美景色 不過大土 它今年開的話 正常是怎樣 它要中間 它要搬下來 今年前面天氣熱啊 開不出來啊 賞花秘境就在苗栗銅鑼 雖然今年因為天氣炎熱 加上蟲害導致產量減少三成 當然是吸引不少民眾造訪 但秋季限定美景不只這裡 有時候來看一些這種風景的 真的是蠻不錯的啊 就出來踏實這樣 對 好 紅黃漸層的駱魚松層層堆疊 美麗景色在苗栗三億 原區免費開放 是追風人士每年冬季 都會前往的絕佳賞風地 那我們有時候會追風啊 然後今天只看這個天氣不錯 我們來看駱魚松這樣子 一整條大道一側 都是駱魚松林配上蟬蟬流水聲 更增添意境 正值駱魚松葉變色之際 估計到了12月 駱魚松就會開始變得通紅 想要欣賞美景的民眾 可要好好把握時機